歡迎打開洛閉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 《私行教育 2 The Equalize 2》 Anthony Fuqua 指導 Denzel Washington 主演 同樣的演員 同樣的編劇 同樣的導演 2014年《私行教育》的續集 要給你更精彩 更熱血的 屏林英雄動作電影 很高興的看到這部電影的續集出現 而且不拍續集的Denzel 還破了力 雖然說我覺得他之前 沒有拍過續集的 主要原因是Denzel沒有拍過一部 商業上面很成功 讓人想要來拍續集的電影 開玩笑 《私行教育》是一部看似普通 但相當好看 人物紮實的動作片 這部續集延續了上一集的內容 並且有更多不同的發展 還有對主角更進一步的描述 這個系列 尤其是這一集 絕對不只是一部打打殺殺的動作片 這個故事跟這個主角 大概就是一個平民版本的蝙蝠俠 而且這一集幾乎有跟蝙蝠俠一樣 來無影去無蹤的能力 這個Denzel 飾演的異景 在經歷了上一集的事件之後 持續著用自己的方式來保護身邊的民眾 我非常的欣賞私行教育第一集 包含這個角色的所有設定 有點強迫症的行為 熱心助人 有一個普通人的工作 尤其是第一集的最後 將場景拉到他工作時的賣場 也因此第一集被戲稱為特立屋殺手 他很擅長運用身邊的工具去打架 去殺人 戰鬥能力是一個強到破表的地步 但除了這個超強的能力之外 這個主角完全是一個平民的設定 讓這個私行者跟其他的動作英雄 有一個很不一樣的區別 他有很特別的真實感 還有滿足我們一般人對正義的渴望 這一集他換了工作 變成了時下新潮的Uber司機 讓他接觸到形形色色更廣大的人 他們或許不像第一集的超殺女 Chloe Morais 所飾演的角色 那樣子的需要保護 不過電影讓我們看到 在他車子上面的每一個人 都很認真地在過他們的生活 都值得被這樣子的一個人所保護著 這其實也讓主角有更強大的動機 去捍衛正義 只是這部電影看起來可能有點無聊 但是很重要在角色 故事背景上面的刻畫 《私行教育2》的後半段 將重心完全拉回到主角自己的身上 變成一場不留情面的私行復仇 這集也看到更多的人性在主角的身上 會有更多他原本已經埋藏的過去 出現在我們的面前 導演Antoni Fuqua在2001年 以震撼教育第一次將Dangel Washington推上了 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的寶座 也拍過相當多厲害好看的動作片 除了震撼教育之外 震撼擂台、全面攻戰、倒數、救援 都是很不錯看的 他最早還曾經拍過發哥的好萊塢電影 《替身殺手》 動作場面可以說是完全難不倒他 而且都會在動作和畫面當中 夾雜著角色當下複雜的心境 這是我很喜歡很欣賞的 一場動作戲下來 你不是看到這個角色在能力上面有多強 讓角色真正帥氣的是他的鬥志還有個性 Dangel Washington這個角色對他來講一點都不難 他的表演跟他的角色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而且他還融入了自己的搏擊技巧 進入到這個角色當中 一個60幾歲的傳奇性好萊塢演員 還可以做到這些快節奏的動作場面 跟阿湯哥一樣真的是讓人很佩服 相比起來我沒有那麼喜歡第一集在賣場的決戰 有點像是在看《絕命終結戰》一樣 主要都是看導演安排的那些巧思 在表演上面則有點太容易了 這一集最後的場面我就很喜歡 比較開放性的空間 配上大自然的場景 我們也比較看得清楚主角的行動 帶著更多的情感在這場決鬥當中 我覺得蠻值得看的 這是一部很精彩的動作片續集 很棒的人物和沒有那麼無腦的劇情 更接近當年的震撼教育一點 這部續集在角色、故事、劇情上面 都有更進一步的挑戰和發展 喜歡看第一集特立屋殺手 乾淨俐落的殺人手法 或者是愛看Dangel Washington 行俠仗義還不忘說教的 都很適合你 《絲情教育2》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 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 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電影 我們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